這不是小夜燈 這是信仰之燈 這就是燈箱 這個是電鍍鋼鐵 然後它鋼鐵比較特別的版本就是 它的面罩是電鍍的 它其實是之前就已經出過另外一款 另外一款我也有買 在上面鏡頭應該戴不大 之後我一樣也會開箱給大家看 這款是難得鋼鐵有暴電的姿勢 早期的COSFABY 其實都是站直聽聽 後面才慢慢開始有進步 有了一些小姿勢 然後到後面有一些場景甚至地台 一開始其實就整個站著超直 像整個就跟兵馬友沒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開這一盒 這一盒電鍍鋼鐵人的上面 印有銀色的鋼鐵人 馬克85的LOGO 側面它有馬克85的盒繪 它是一個Q版的暴地姿勢的鋼鐵 有燈光的效果 後面一樣有一個鋼鐵人的標誌 LOGO跟一些要注意的事項 底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COSFABY系列的防偽標籤 然後左邊的側面 它有這一次 或者是終局之戰 Andergan的LOGO 然後正面就是一個透明的 馬克85的暴地的樣子 讓你從外面的盒子 就可以看到鋼鐵人的樣子 好 我們先來看裡面吧 盒子打開裡面是一個塑料盒 然後裡面還有一張說明書 它是在教你怎麼裝電池 裡面的塑盒 下面就有三顆水銀電池 然後跟一個主體 那我們先來打開看一下裡面 這個就是主體啦 我覺得電鍍版的質感其實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 小可惜啦 它的電鍍只有在面罩上面 馬克85其實肩膀、胸口、腳都有金色 馬克85它是在還原 漫畫最早版本的鋼鐵人設計的盒 就是那一套很像肉胎裝的景色衣的樣子 用現代科技電影的感覺 在還原那一套經典的盒甲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小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只有面罩的部分 然後它後腦槽這邊有一個可以打開的地方 後腦槽的地方是讓你裝水銀電池的地方 把他扣開 後腦槽裡面有一個電池蓋 那小螺絲蓋打開之後 裝上它原本盒子裡面的三顆水銀電池 它就會發光 那我們現在來裝它的電池吧 我羅來吧 用螺絲蓋子把後面打開 打開之後會看到裡面有放電池的地方 然後把裡面鎖布的三顆水銀電池放進去 喔!小抱怨一下 可能是玩具設計比較精細吧 可以裝電池的地方 真的是超難裝的 尤其是Hot Toys的鋼鐵 如果有收公仔的人 收Hot Toys 1-6鋼鐵的人 都應該知道我想要表達的意思 我認為阿 我自己個人阿 我通常都在裝一次之後 拍完帳 我就把它拔下來 因為大家記住喔 如果有收1-6鋼鐵的人 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應該說不只鋼鐵 只要有玩具用到隨機電池的 不要長時間擺在裡面 因為它會露意 露意之後你的玩具就會壞掉 所以拍完照之後趕快把它拔掉吧 這樣才能讓你的玩具保持在最好的狀態 然後呢裝完之後 它就會有亮燈的效果啦 那我們亮燈嗎 1 2 3 這樣子就是它亮燈的效果 現在燈光比較亮 然後看不太清楚 關燈之後應該會比較明顯 這一代鋼鐵人它眼睛有加大 我個人覺得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加上地台 加上地台之後 就是一個完整的暴地 馬克85暴地狀態的鋼鐵人樣子 好再來就是重頭戲 來開這個迷你燈箱 迷你燈箱的盒子呢 前面有漫畫風格的圖案 那裡面的圖是用電影版的人物去拼出來的 但它是用一個一個的方式 像漫畫一樣 把它拼成一幅圖 正面寫著MARVEL STUDIO 大家會記不記得那一陣子在追 漫威電影的時候 只要跑到MARVEL STUDIO的時候 它的LOGO全部都變成像這樣子 就是1 I跟O都變1跟0 我覺得這是一個小巧思 然後版面呢 它有演示出來 迷你燈箱打開燈之後的樣子 跟一些幾歲啊 使用上的一些注意事項 然後盒子的後面一樣也有 雷射的防偽標籤 這個的部分我就沒有在 網路上看不到吧 好我們現在打開來看一下 打開之後的配件 有電源線 本體 跟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的部分一樣 是在教你使用的方式 我這邊就不多說了 電源線的接頭 它是一邊是USB 那用USB的好處 就是你可能拿個豆腐 或者是行動電源 它就可以亮 很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本體 本體的部分 整體是用紅色 所包覆的 MARVEL的字樣是白色的 左邊全部都是紅的 版面的地方比較特別 它有兩個很像是 像畫一樣可以調掛的 你可能可以在家裡的牆壁 鑽牆 然後用那個頂子 你就可以把它掛在牆壁上面 那就是完完整的信仰燈 我覺得掛在場面上面 也蠻像那個曹生的 左邊的部分上面就是接電源線的地方 是DC 7-5-2A 然後旁邊下面有一個開關 那這個就是燈箱的本體 給大家看一下 它亮燈的樣子 信仰之燈 行動電源 亮燈於是開始 來囉 1 2 3 是不是超亮 欸 我亮繞整個鏡頭螢幕 都可以反光看到那個LOGO 這是 應該照起來真的是超亮的吧 這個就是信仰燈啊 很多最漫威的人 看到這個都高 也難怪這個LOGO都是賣的比較好的 我覺得這個燈啊 大的還有出了很多版本 但一直以來都是MARVEL LOGO的這種賣最好 真的超亮 這個燈啊拿來當小月燈的話 太亮了 應該會睡不著 所以我覺得拿來當 擺飾的話是很適合 然後燈光光暗暗一點 點這個信仰燈 點下去就很有感覺 把燈光起來看一下 整體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更有感覺 那這一次的開箱 燈箱跟鋼鐵的展示 就是這個樣子啊 我覺得這一組燈箱很值得買 那鋼鐵的部分 我把它當作附贈的 因為我主要是想買燈箱嘛 但是 你還是要跟著鋼鐵一起買啊 所以沒辦法 那今天這個就是我的 HARD TOYS MINI燈箱 加電鋼鐵的開箱啊 之後會有更多的 波羅聯盟Cosberry系列 如果你沒人喜歡的話 可以留下來這一波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我剛剛拿給我媽看 結果我媽說 我以為那個是計程車上面的電燈耶